把這些照片給選舉起來 按右下角三個點 然後貼上編輯項目 所有的照片都會貼上同樣的效果 下一個功能我覺得還蠻危險的 但是我覺得在某些時候你可能可以拿來自保 那跟照相機也有關係 哈囉大家好,我是怡峰Chris 前幾天跟大家分享iOS 16 Beta 4的當天 其實也是 Beta 5 上線的日子 那當天其實我就升級到了 Beta 5 那我自己覺得整體的功能跟系統UI 其實都差不多 除了就是有個大亮點就是電量百分比它回歸了 還有一些小功能跟小變化我覺得沒有差太多 那整體來說跟 Beta 4 差不多 今天主要是要來跟大家分享iOS 16 我自己覺得非常實用的小技巧跟隱藏功能 好,開始今天的影片之前呢 先感謝今天的贊助廠商小豪包摩 小豪包摩是一間高端的包摩廠商 在全台各地都有提供各類型的3C產品的包摩服務 在旗艦店面甚至還提供晶圓廠等級的無程式包摩服務 小豪包摩能夠把摩包好的主要關鍵因素有幾點 第一是專業的包摩技術人員 第二有專業的10萬級無程式 第三有專業的HAL5G果凍貼 以上是小豪包摩的黃金三角缺一不可 未來購買iPhone 14系列或是Apple Watch 8 或是旗艦的安卓手機 推薦各位第一時間就到小豪包摩 讓專業團隊保護好你的機器 未來摔到手機才不會心驚膽跳 有小豪包摩的保護貼還有保護殼 就可以使用的非常安心 首先來測試一下在iOS 16 Beta 4的問題 有沒有在Beta 5裡面解決 之前在Beta 4我跟大家提到的就是這個景深效果 有一些人留言說要把Widgets關掉 才可以做出景深效果 那我有試過刪掉這個Widgets 它還是沒辦法做出景深效果 向大家看一下 那底下呢我也有看到這個景深效果 它是沒辦法做開啟的 所以呢就算沒有Widgets 它還是沒辦法做出2D易速的這種景深效果 所以這個功能在Beta 5從樣是不能用的 你還是只能用人物或者是寵物來做出景深效果 再來是音樂在iOS 16 Beta 5之後呢 問題就已經解決了 你可以使用空間音訊 也可以使用AirPods Pro來聽音樂了 所以其實問題都解決掉了 i的問題其實還是沒有解決 就是它還是沒辦法在主畫面保出音量鍵 那它現在多出了一個小的波浪 就是音波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多出來的小音波 在iOS 16 Beta 4裡面是沒有的 好那第一個隱藏功能呢 就是在設定裡面的Wi-Fi 你可以在更多資訊裡面 把密碼給展示出來 就是你只要按一下 它就會通過Face ID 把真實的密碼給顯現出來 那你就可以直接去把它複製下來 然後傳給你的朋友這樣子 這個實用的地方就是在於說 如果你有連過一些以前的Wi-Fi 然後你早就忘記密碼了 你就可以特地也去開起來 然後去看一下裡面的密碼是多少 再傳給朋友這樣子 好第二點呢 就是現在的照片APP 你可以批樣的套用編輯濾鏡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進入照片之後 譬如說我今天想要調這張照片 我進入編輯 然後我把它的曝光調亮 然後增焰也調了一點 讓它動態範圍廣一點 像這樣子之後我把它按完成 那以往呢 調完這張照片 你就要再去調下一張照片 然後每一張照片的數值 可能都會有點落差 現在呢 你可以按這張照片 按右上角三個點 然後有個拷貝編輯項目按下去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想要批量的套用的話 按選取 把這些照片給選取起來 按右下角三個點 然後貼上編輯項目 它所有的照片都會貼上 同樣的效果 那這樣子其實非常方便 就是說如果你有拍一系列的照片 你就可以一次批量的貼上所有的功能 那當然呢 你也可以選取 然後把它們選取起來 一次的把它們全部恢復原狀 它現在可以這樣子批量的調整 所以其實是非常方便的 第三個呢 就是現在鍵盤可以啟動這個振動回饋 那開啟的地方在設定 然後這邊有個聲音與觸覺回饋 你可以把它點開來 下方呢 就會有一個鍵盤回饋 這個按進去 把觸覺回饋打開 這個打開之後 你可以在備忘物裡面打字的時候 就會發現 它整個手機就會有一種震動的感覺 所以打起來會有一個回饋感 然後第四個呢 就是現在的語音輸入 你可以邊講話邊打字 然後也可以語音輸入 emoji的表情 那我們按備忘錄進去 然後隨便開啟一個備忘錄 按右下角的這個麥克風 然後它顯示國語的時候 你就是可以邊講話 它就會邊辨識你在講話的內容 那這個時候呢 你也可以繼續打字 打完字你還可以繼續的辨識 所以你在講話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繼續做就是編輯 這樣子還蠻方便的 那現在也可以就是語音輸入 emoji 的表情 那譬如說我現在講 笑臉 emoji 然後或是生氣 emoji 或是拜託 emoji 所以它現在的語音輸入其實更方便了 你現在想要輸入笑臉的表情 它都會直接辨識出來 其實速度都非常快 下一個功能就是照相APP裡面 你可以即時的轉換各國的貨幣匯率 就是我們打開照相APP之後呢 我們去找一個不同的幣種 譬如說像這裡有100歐元 我們就按下去 右下角有個辨識 像這樣 它就會辨識出來 辨識出來呢 左下角就會出現這個100歐元 按下去 它就會即時的跑出現在的台幣是多少錢 那這個其實你出國玩的時候會非常方便 因為出國玩的時候 會有很多狀況 然後它的商品上面都直接標示多少歐元 或是多少日幣 或是多少港幣 這個時候你都會直接開啟照相機 然後拿來辨識 換成你自己原本國家的那個幣種 好下一個功能我覺得還蠻危險的 但是我覺得在某些時候 你可以拿來自保 那跟照相機也有關係 但是在使用之前我們要有一些前置作業 首先我們要進入設定 然後我們要進入輔助使用 最底下有一個補助使用快捷鍵 這裡我們把旁白打開 這個時候我們把音量調到最低 開啟照相機 然後按錄影 這個功能最主要就是說 你可以在完全黑畫面的情況下 你的手機還可以保持在錄影的狀況 那我們剛把旁白打開之後 我們按三下電源鍵 它就會開啟旁白模式 這個時候 按一下音量鍵下 開始錄影 按一下錄影之後 三隻手指頭點螢幕三下 這個時候螢幕就會黑掉 那但是這個時候手機 其實還是在錄影的狀態中 所以你可以完全的黑畫面 然後又進行錄影 這個時候你如果是想要記錄一些事情 或是說你不想被別人知道 那你就可以使用這個狀態去錄影 那當然這個絕對是不能拿來做偷拍使用的 除非你今天是要自保 或是說有一些特殊的狀況 你可以用這樣的技巧去記錄一些事情 那怎麼恢復呢 一樣是三隻手指頭 按三下螢幕 按音量鍵下 停止錄影 然後再按音量鍵三下 取消旁白模式 這樣子就正常恢復了 然後你再把這個旁白給取消 這個技巧是特殊狀況可以使用 那平常的話不要拿來偷拍 也不要拿來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好接下來還有一些小細小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這幾個功能其實在iOS15就已經有搭載了 但是比較冷門比較少見一點 好第一個呢就是進入設定 我們到家人共享 現在有新推出一個叫做家人檢查表 家人檢查表點進去呢 最下面會有一個加入復原聯絡人 那這個我覺得非常重要 就是如果你有在幫家裡的長輩 設定iPhone或是設定iPad 那他們可能不會記住密碼 或是不會記住這個蘋果的帳密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把家庭成員 設定成復原聯絡人 不管是你的另外一半 或是你的好朋友 或是說你的爸爸媽媽 你都可以把他們設定成你的 設定復原聯絡人 這個時候他們只要萬一出了什麼事情 或是說有事情發生手機不見 或是說忘記帳號密碼 你都可以利用你的手機 幫忙把手機恢復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功能非常實用 還沒有設定的朋友可以趕快設定一下 那未來有突發狀況的時候會發現 幸好有設定這個功能 接下來的小技巧是我在輸入文字的時候 或是想要複製一整段文字的時候 會用到的功能 那我這邊簡單的展示給大家看 就是說譬如說你今天打一段字 測試測試測試 你今天如果想還原的話 其實三隻手指頭點兩下螢幕 就可以直接復原 測試測試測試 點兩下螢幕直接復原 測試測試 這就有點像PC的Ctrl-Z 直接點兩下直接復原 你想要複製一個詞的話 點兩下就可以直接選取一個詞 那如果你想要複製一整段的話 按三下 它可以複製一整段 那這邊也可以拷貝是沒錯 但是它有一個手勢可以直接拷貝 就是你把它抓起來 它可以直接拷貝起來 那如果你想要貼上的話 就是這樣子往外滑 可以直接貼上 那這個在任何的APP之間 都可以直接互相流通 直接貼上 速度也很快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iOS 16 Beta 5 一些隱藏功能 還有一些小技巧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分享 也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我是怡峰Chris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打浮噴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我 connectivity就裝在日本